Rusty,我們說日軍被Ambush了兩次,再推下來就接近聚走彎防線 其實接下來是不是就是城門碉堡? 沒錯,其實在聚走彎防線之戰,根據近期,因為有多了很多研究 也有某些行山人士很努力把城門碉堡出土 其實我們看檔案來說,城門碉堡之戰是純粹一個意外 因為我們說12月9日那一早發生什麼事 就是第二三零聯隊當他們佔領了大帽山以北的地方 其實12月9日他們主要就是透過川隆那一大地方 就開始向荃灣那邊迫緊 其實當時日軍的計劃就是我們去到荃灣之後 魯惟那一帶我們就停在那裡,做部署 他們的主攻方向就是由魯惟那邊打過去上攜充 一直向著青山道那邊,一直掃下去 而日軍的說法就是因為這一帶地方相對比較開闊 那麼去報炮容易 他說其實只有兩個地方進攻 一個就是這一帶,另一個就是沙田海那邊 但是他說沙田海那邊的地勢比較狹窄 放炮也不容易 所以變成那邊大概屬於牽制和迂迴隊 但是12月9日早上就新多了一個部隊 就是二二八聯隊 因為二二八聯隊在12月8日的時候 其實他部署的地方就是保安 保安死命地走過來的時候 其實他就要去到12月8日的半夜才抵達深圳 然後到12月9日的時候 他就由深圳沿著大埔道走下來 而大概在12月9日的中午等時候 大概穿過圓礦爐了 在這個急行軍的期間 其實他是有被英國的特種部隊發現的 因為英國有一支特種部隊叫做Z-Force 其實有一個基地在圓礦爐附近 根據他們的說法也挺好笑的 就是在龍墓裏面 他們吃完早餐之後走出來做巡邏的時候 就無意的發覺原來有一隊日軍突然在圓礦爐經過 但是就算被人發現的時候 為什麼日軍好像一直都沒有被人打呢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對於英軍來說 他們清楚知道 當我們要打所謂攻城戰 攻堅戰的時候 通常部隊對峙會有一段時間 然後雙方就會大規模砲戰 然後破壞了防線 我們才會打穿他 所以英國也清楚知道 就是我們現在去捱打那個 但是日軍斷固都不會突然衝過來 而且事實上我們會看到 例如29聯隊 他也在赤黎平 即是今天香港大 Sorry 香港中文大學那一大地方部署 所以看到整件事就是 有一支日軍很靠近自己 在魯維那邊 這個斷固都是主攻方向 然後有一支日軍大概在赤黎平那一大 或者渡過沙田海不定 或者沿著九廣跳路下來不定 而英軍當時沒有留意的 其實就是多了個部隊 而28聯隊在12月9日 其實做什麼呢 他躲在草山和針山之間的山谷位那裡 但是這個聯隊的聯隊長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 這個在歷史上真的是米 叫土井定七 土井定七這個大座 他前半生做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 後半生做什麼呢 我們更加不太知道 OK 只要知道的就是 這個人出身於淡路島 這個也是很感謝大阪一間酒店叫做Rigger Royal 曾經幫我聯絡過那些寺廟等等 才知道原來這個人的出身就是南淡路島的地方 而這個人在開戰之前 他之前跟當時的作戰參謀叫親泊超省 曾經談過這件事 如果前面有戰機 我們要怎麼做 有機會的時候我們要怎麼做 他說親泊超省這個人更加有趣 這個人就是陸市那一期 最有名的是這班新的畢業生 陸軍士官學校 他們這班畢業生專門不跟本子辦事 那親泊超省就說 有戰機當然要去 還等嗎 那就出事了 因為當土井定七在12月9日 那部隊還在行走的時候 根據他的說法就脫了隊 那時候他就爬上去浸山 一看過對面山 他就發現英軍的陣地沒有什麼 而當時土井定七最有趣的 其實他由始至終沒有提過城門挑捕 他根本不知道那裏有個城門挑捕 對他來說就是對面山有一堆挑捕 有一堆機槍堡 而他的目標是做什麼呢 就是在酒師咬的東南邊有個山丘仔 標高303米 他就說我的目標就是那裏 而我現在位處針山 其實我要跨過城門河 即是今天下城門水塘和上城門水塘中間的山谷 但這個山谷不是人穿過 因為兩邊都山崖 所以他當時的想法就是 不如這樣 我們經過水壩 穿過了251高地 其實實際上就是那裏 就是在城門挑捕裡面的高地 我們不如穿過這高地 然後沿著酒師咬走過去 整件事就行 但是土井定七就想 等一下 水壩當時就是屬於230聯隊和228聯隊的分界線 如果越過了這個就很嚴重 因為你們踩進別人的地盤 不知道哪一個人 就把地界畫得很厲害 就把城門挑捕的位置 就畫給230聯隊 但是另外酒師咬那邊 就畫了給200聯隊 所以變成對於200聯隊 他處於兩難局面 就是前面擺明就過不了去 而如果我要取得目標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如果踩進別人的地界 我先走去哪裏 所以變成他最後還是決定 哎呀,博泡 踩過去吧 那天晚上就出事了 根據我們現在傳統的說法 其實城門雕堡是壞的 裡面派的守軍只有幾十人 實際應該只有49個官兵而已 事實上是,沒錯 他真的只有一排士兵在那裏 但是其實我們根據資料去找 其實在城門雕堡 第一,英國人根本沒有想過那裏要放太多人在那裏 因為如果你有去過那個地方 你已經知道那地方根本住不了人 實際擺到床鋪的地方 除了山頂上的我們叫observation post 即是一個觀測站之外 就是機窗堡自己黏住那些床 所以你本來不會放白的人在那裏 睡邊唯有就是睡郊外 但是你作為一個機窗陣地 又要站在半地底的狀態 你不可能睡在地面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老實說真的放這麼多人 盡力了,沒有東西再放下去 你再放下去根本不知道睡在哪裏 好了,而他英軍這麼少人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做巡邏 而他的巡邏隊其實 根據戰後的報告 不停地罵這個巡邏隊 沒有盡忠職守 因為他們沒有好好做到偵察 但原來跟隨時序一段時間 我們才發現就算英軍做好偵察 他也沒有可能發現日軍 為什麼會這樣呢? 根據英軍的說法 他們在晚上九點半 就派出最巨爭議性的那支 戚後隊 先由城門碉堡 穿過城門水壩 在針山的南邊山坡 做巡邏 然後到城門河 有一個位置是渡河點 在渡河點過了之後 他會走過去大埔道 然後穿過了拉吉普營的地 然後到城門碉堡 他的巡邏路線就是這樣 而當時英軍說 日軍正正在走過來城門水堂的水壩 你沒理由看不到他 但我們要想 我們看看日軍的資料 我們會發現 日軍派出軍隊 開始準備打城門碉堡 時間正正正 也是九點半 但你想想 九點半 我們從城門碉堡到水壩 和你九點半 從草山走過去城門水壩 很明顯 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差的距離 所以變成一個實際情況 會如何 就是當這支巡邏部隊 在十點半回城門碉堡的時候 其實日軍當時才去到水壩 當他們去到水壩的時候 日軍再慢慢越過去 水壩跨過去251高地的時候 英軍在做什麼呢 當時就在了解戰況 他們仍然覺得日軍在魯衛那邊過來 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土正定七 派他的部隊過來 而土正定七當時派了多少部隊過來呢 我們經常以為他派了100多人過來 原來根據二二八聯隊士 他派了他整個大隊 第三大隊過來 那裡足足四個連 差不多有1000人的部隊 而你要記住城門碉堡有多少人呢 只有四十五十人 所以這場仗根本沒有得打 根據日軍的說法 城門碉堡之戰會打得很禁 那禁法呢 就是當他們的第九中隊 登上251高地 登上401AB的機場堡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呢 英軍的確有些少許特襲 不過原來首先發現日軍的是英軍 英軍叫做Lance Corporal Light 即是一等兵 一個叫做賴德的士兵 當時剛好在外圍巡邏 他們先發現日軍 當時根據Light的說法 他們首先在挑戰他們 喊口號的時候 然後日軍的回應方式就是 扔手榴彈過去 然後Light第一件事就是通知了401B 然後通知了401B之後 他就沿著地面走 因為夠快就說不用捐到地道 再通知他們排隊的司令部 然後走到營的司令部 即日後的觀測站那裡 而當時401B的反應就很有趣了 401B發覺自己的槍打不到他 因為401B其實就是在 251高地的後方那裡 而他的射界是完全打不到251高地 他們竟然反鎖自己在裡面 然後日軍真的頭都走 日軍說我打也打不到他 因為他的槍眼封了 然後又反鎖在裡面 明知英軍就想怎樣 後來日軍完全不理他們 而Tony Benham那本書 他之前說是402號機槍堡 是擴守到早上7時 但事實上我們發覺搞錯了 應該是401B就是這個機槍堡仔 這個機槍堡仔最有趣的是 他只有一支機槍 應該只有三四個人在裡面 然後當日軍攻進去的時候 怎樣攻呢 其實日軍發覺最頭癢的是 這些機槍堡的特色 就在後面搭著地道 就不像平時那樣 有一個門口 OK開出來 我開門就行了 他發覺找不到門口 然後一直向山找到的時候 才發覺在山裡面 有一個個固定的石屎的通氣口 然後他們就丟收雷彈 然後跳下去 然後就打近戰 而當時其實英軍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他立刻在排司令部 是抖襲了13個人 然後就嘗試做反攻 但是這個反攻到最後為什麼會失敗呢 就是因為日軍在進攻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在另一邊 西側那邊的402號機槍堡 就開槍打日軍 而當時他開槍打正了土井定七的司令部 土井定七說他的司令部有士兵受傷 有官兵受傷 然後當時他立刻調多了一個鏈 變成由第十中隊 第九、第十中隊一直向前推進的時候 當時王家蘇格蘭營的十三個預備反攻的士兵 剛巧在兩個中隊之間 所以到最後 你想像一下兩年士兵 夾著你中間十多人 你這邊掌握了一群人 其實我可以做什麼呢 只有一個方法 而他的突圍方法 具爭議性就是 有五個雙員 他到最後決定放下這五個雙員 自己 這個叫羅伯 帶著剩下的士兵 退去走私爭 然後逃走 到最後逃去拉吉普營那邊 然後當 這個第十中隊加入了 這個第十中隊的中隊長 就是很出名的楊林東一 楊林東一一直在攻上 其實楊林東一想去哪裡 其實他不是想去打一個觀察站 他其實想去打一個觀察站後邊 我們今天叫做孖子徑的地方 他說這裡是高地 我們的目標就是高地 但問題就是 當他打的時候就出事了 他發覺無緣無故 原來這裡還有一個石屎建築物 那先打了 所以出現了今時今日 你會發覺就是觀察站 到最後被人炸開 其實就是若林東一下令自己的工兵隊 就把兩個重型炸彈進去 炸開門 然後攻進去 而整個作戰搞了多久呢 其實就不太久了 坦白說 由十一點多鐘開戰 實際一點多鐘的時候 城門雕堡就這樣失守 而城門雕堡失守之後 其實英軍接下來做什麼呢 就是想著反攻 但其實我們都知道 就是因為他當時的訓練是未做好的 剛巧就是做漏了反攻訓練 所以他當時根本無法照顧路線 因為那些皇家蘇格蘭營的部隊 是在沿著城門道的 而城門的部隊其實是在他們後面的 所以如果他們要反攻的時候 我要先抽走部隊 我先抽走部隊 我拔走了城門道的部隊 怕魯維那邊打過來 我就頭也帶了 所以到最後他真的想不到 反攻方法怎麼做的時候 決定退 退去金山 因為金山其實是屬於 第二房線 但我們相信第二房線 其實是未建好的房線 而也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意外 就是當12月10日 他們成功退去金山之後 很不幸地在11日清晨 日軍230聯隊 原本他們是拿城門道的陣地就算 誰知當時也有另外一些部隊 他們違抗了上級的命令 然後將斥候隊一直向前推 推到大連排 發覺都沒有英軍的時候 他們謀言攻上金山 將當時在金山上 沒有電話線鋪好 又未埋到陣地的英軍一次過打散 而當時皇家蘇格蘭人的BC連 他們就位處浩景台和華景山莊中間 而當日軍攻上來的時候 一來亂 二來兩個連長在混戰中死了 所以變成兩個連崩潰 A連已經散了 在城門道的埔之戰之後 而D連自己就混在金山上 跟另一個大隊 一直跟他死過 所以莫德比發覺不對勁 我沒有任何部隊在青山道頂著他們 有一次青山道只剩下一個排 三十人左右 對 就頂著所有軍 所以莫德比發覺不對勁 如果日軍拿了石劫尾 因為石劫尾就是青山道和大埔道的交接位 他說這是撤退路線 日軍拿了這裡我們不能離開 所以在11日的時候就決定要撤退 原來是這樣 所以其實根本是不能打的 對 沒錯 其實以我們所知 如果你要進攻敵人的陣地 其實有一個概念就是 如果你沒有三倍的人 就不要進攻 沒錯 所以其實以剛才這樣說 英軍這樣的人數對著三個聯隊 其實守不住都是沒有後費 沒錯 因為他說不是三倍 是足足多了一個零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是很不同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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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